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谈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几条重要启示 以及一个根本问题 也就是认知问题 美方应该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积极正面看待中国发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 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客人时 已经多次谈到认知问题 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力扭扣 扣好了 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的稳下来 好起来向前走 最近中美各层及各领域的交流互动不少 应该说 中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 一直非常明确 就是始终秉持三条大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同在地球村 人类面临这么多共同挑战 习主席形象的说 中国古人讲 同州共济 现在就需要同球共济 那对于发展中美关系 美方也有不少承诺 包括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等等 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要把这些承诺变为实际行动 习主席说 希望布林肯这次来访不需此行 这是期待访问能有成果 其实对于不需此行 这四个字 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行指的是行动 美国落实承诺的行动 不能虚化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那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 中美已经达成五点共识 包括欢迎对方国家留学生等等 这同样需要用行动去落实 中国有句话 不日进则日退 中美关系也是这样的 树立正确认知 就是前进的动力 以行见诺 也才会让此法真正不需此行